你说这人有钱吧 他买宝马X1 你说这人他没钱吧 他也买宝马X1 你搁这干啥呢 辉哥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买宝马X1的人 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其实在不懂车人的眼里 就觉得买这辆车的人 他买了一辆宝马最低配 又是价格最便宜的车 比如说就是我有个大学同学 因为我们有个老师买了这个车 他嘲笑了他特别久 所以这个问题我一直不太明白 你这问题一问啊 我都知道什么目的了 就是买一宝马X1 他特丢人呗 我觉得吧丢人倒不至于 毕竟呢它是一辆宝马车 但是又觉得宝马X1没有那么高级 其实提到这辆车 无非就是那么几个词 第一个三缸 第二呢就是坐垫特别短 其实吧 这X1它有四缸的 这后排坐垫也不是通级别最短的 这上一代X1呢 就没有人会提出这种问题 因为它用的是宝马的纵制后驱平台 这宝马X1啊空间大好停车动力足 好用又好开 哎对了 现在呢又出了一个奔驰GLB 这大家都骂这车啊1.3T 但是一看销量呢 这呵呵了啊 啪啪打脸 对 就像奔驰C一样 大家一提到奔驰C呢 就是1.5T 这宝马X1 1.5T 起盖版 24万就能落地 这2.0T顶配呢 这落地啊 也就32万 这俩车啊 它外观都一样 少花8万块钱呢 就能冲个胖子 哎 你说说啊 这买2.0T顶配这帮人 多花这8万 它到底涂什么呀 对啊 我也想不明白 你说它多花这8万块钱 到底能涂点啥呢 你涂一个什么呢 我一直在想啊 这聊车呀 就聊车啊 成天板买个标 这仨字挂嘴边这帮人 这平时也就是 骑共享单车 这么一水平 但凡去4S店看车 拿着真金白银 准备提车 肯定就会认真地考虑 品牌 价格 空间 使用场景 在宝马的销量里边啊 这X1啊 常年能排第四 第一三系 第二五系 第三X3 第四就是X7 除了三系啊 一系绝尘 剩下这仨 其实啊 小两都差不多 这X1卖的最好的配置 二五领先 刨去优惠 裸车25万 落地啊 29万 哦 原来这1.5T 不是卖的最好的呀 哪怕是奔驰A级 奥迪A3 这卖的最多的 它也不是乞丐版 而是次顶配 这落地啊 也得20多万 这买入门版的人啊 真没那么多啊 对 我觉得呢 能花二三十万真金白银 买这个车的人啊 他也不傻 他呢一定会选择 自己合适的范围里 合适的配置 这也是比较值的 这兜里啊 没个几十万的存款 每月工资几千块 那帮减盘侠 他不会真的以为 这不就十几万 二几万的车吗 有啥了不起的呀 首付五万就能买 我呀 就是看不上 咱们算笔账啊 这宝马S1 2.0T 首付五万 购置税三万 保险一万 两年无息贷款 每年还贷十一万 也就是说 买这台车呀 需要拿出九万的现金 每月还贷呢 还得九千块钱 一共二十四个月 真能一点压力都没有啊 那肯定不是呀 这压力肯定是有的呀 但是你不能嘲笑别人啊 这宝马S1的车主啊 一定比那些键盘侠过得好 这总有那么一些人啊 看你开一宝马S1 就嘲笑你啊 买一标 你开一X3吧 又该笑话你 买不起武器 你开一武器呢 又该嘲笑你 买不起奔驰一级 开一奔驰一级呢 这帮人又该说了 这奔驰S1底下的 那都不算好说 我觉得呀 买个标也值了 这三缸1.5T是缺点 那2.0T四缸的宝马X1 是不是就是综合能力很强的呢 说实话啊 没啥毛病 这X1啊 算是BBA里头 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车了 而且啊 这好多路人 他根本就分不清 这三缸啊 还是四缸 其实啊 我觉得这宝马X1 它特别适合 带孩子的那种家庭 你看它的外观 是紧凑型的 空间又特别大 而且呢 外形也还挺好看的 开车的时候 视野也很开阔 并且啊 它的优惠力度很大 让人难以抗拒 所以啊 我觉得 这是一辆好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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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놀�啦 谢谢 谢谢 再见